1992年4月的一个月 周末摄影师朱利安·杰曼去往英国南部的普斯茅斯市 执行一项拍摄任务 无意间路过一个街区时 他被一栋砌成了明亮的橙黄色的小房子吸引 房子临界的橱窗里还摆放着带出售的绿植 鲜花 贝壳和其他从海滩上捡来的小零碎 出于好奇 朱利安敲开了小房子的门 房子主人是一名叫查尔斯·斯奈林的老先生 大家都叫他查理 查理的老伴 不是了 子女也不在身边 所以他是一个人住在这栋小房子里 一说到独居老人 恐怕大东夫人脑海里浮现的并不是一副积极的景象 不过在朱利安为查理拍摄的这些照片中 明亮温暖的色彩 轻盈显示的氛围是最被突出表现的 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幽默感 当然对爱人和旧日时光的追思是贯穿整个作品的 但作者并没有让这种怀旧感蔓延开来 以至于遮盖了此时此刻的精彩 所以这远远说不上是一本伤感的书 查理是独居 但他并不孤独 在淡淡的感怀以外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查理对生活的热情 他的小花园和漂亮的花儿门 他喜欢的爵士乐 爱玩的田子游戏 驾驶心爱的蓝色小车 时不时去海滩散步是个甜筒 在朱利安看来 他和很多老人一样 独自生活 但我确信他从未认为自己孤独 他只是继续他的生活 并从周围的事物中获得乐趣 这部作品所呈现的内容就是这些 没有高屋建林的概念 手法也不够前沿 戏剧冲突也不存在 感觉有点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两部纪录片 人生果实和四个春天 描述的也都是在细碎不过的家庭生活 四水六年 但是这些作品都有一种动人的力量 在质朴无华的叙述中 我们看到了乐观豁达的心态 日常劳作的乐趣 还有不期而遇的诗意 他们都以滋滋不倦 不紧不慢的节奏 讲述一种我们久违了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生活里 四季轮回聚散离合 都被看作生命中正常的一部分被接纳 人们也不执迷于从利益得失 和对某种目的的追逐中 获得成就感和意义 而是怀揣着对生活本身的热情和勇气 投入到对当下的具体的事物的付出中 另一个让我有所触动的是 在一次访谈中 朱利安提到 有一次查理把他介绍给别人时说 这是我的朋友朱利安 这让他很感动 因为在查理眼里 他不是一个来给他拍照 来做项目的摄影师 而是一个朋友 这要从1992年开始谈起 在第一次敲开查理家大门后 朱利安和查理之间的交往 就不是建立在摄影师和拍摄对象的关系上 在从92年到2000年查理去世的8年里 朱利安每年都有几次 从英格兰最尾边跑到最南边去探望查理 有时他们仅仅就是一起聊天喝茶吃个小蛋糕而已 作为职业摄影师 朱利安是习惯随身携带相机的 当然也会拍些照片了 但并没有什么计划 直到查理去世后好几年 他才开始思考查理的生活态度 以及通过这些照片可以向人们传达些什么 于是这本书才得以在2005年出版 这一部分解释了 这些照片呈现出来的轻松自然 不造作的气质是从哪儿来 一个是性格乐观生活简单的老人 一个是关心朋友又善于观察的摄影师 即便都是些在普通不过的日常 没有任何戏剧性的题材 但所有照片都是基于最自然的动机拍摄 基于对朋友生活的真正的关心和理解 因而这些照片具有了真诚 温厚细腻的质地 于最平淡中显现出一种力量 对于摄影来说 有一个听起来蛮粗浅 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的事情 就是关心你的拍摄对象 是真正的关心 不只是知道他是什么 或是什么样子 最好还要去了解 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 可能还会发生什么 等等等等 而对于朱利安来言 在这段友谊中 他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